開發的時候 不開發就不講了 開發的時候 這邊是33層大飯店 這邊是25層樹章的大樓 那因為這樣 所以這些老樹要移過來這裡 這邊有700多棵老樹 會變成比大安森林公園還森林了 以後可能要叫做光吃森林 我看沒有人敢走進去 因為樹都很接近 那現在我們再來 現在在新的規劃這邊的話 這是28層公寓 我們旁邊的那個 軍藥大飯店是27層 我今天是代表 在第47月編號51號 大人旅的居民洪敏中 還有臺北市信義安全與健康協進會 公共安全場域召集委員會 造集委員會造集人 我這裡面的建議最重要的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這個停車的問題 會非常嚴重 剛才都發局在報告的時候是說 我們這個因為住在公營住宅的人 停車需求不多 那是以前的故事 如果我們這個 1500戶是給年輕人住的話 年輕人買不幾房子 但是車子一定會買的 所以3000人進來 肯定就有3000部車子 因為兩萬塊就可以買一部中古車的 因為我發現我們附近就有這種現象 他買車絕對買了 兩萬塊就買一台中古車 我們那邊還有人買賓士車中古車 買在路邊的 好像那個法拉利妹一樣的 他的法拉利停在市場裡面 所以這個停車的問題是最嚴重的 那我的建議是說 我們既然分割 地上分割開發 我覺得地下我們應該要統一開發 所以我的建議具體的就是說 是不是我們現在應該規劃信義轉運站 開發的時候是連下面這邊都可以開發 而不是個別這邊有這種停車場 這邊弄停車場 地下的停車場 我們覺得地下是不是來弄個 地下那個信義轉運站的概念 還有這個地方 既然大家反對那麼多人增加那麼多 我想副市長是不是來弄一個信義 計畫禮的概念 獨立一個禮來開發 新的集合式住宅 在這邊能夠成行 那最重要的是我覺得社會局最重要 副局長在那邊從年輕幹到現在 是不是要趕快把那個已經淨空的福德平宅 立刻拆掉 以宣示政府開發的決心 不然很多人還在那邊 說你是真的假的 擺在那麼久了都淨空了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我們還有最後一位 吳國壽 吳先生 最後一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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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Lord 來看ata